土团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在丹州能吉里州议席补选期间 发表了污蔑第16任国家元首彭亨州苏丹阿都拉的言论 一时激起千层浪 慕尤丁更将被警方传召入供 事件起源于8月14号 慕尤丁在能吉里政治讲座上声称 在第15届全国大选之后 他获得了115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但时任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却没有召见他入供 让他宣誓成为首相 多方认为慕尤丁的这番言论 暗指时任国家元首不公平 彭亨王储东姑哈萨纳透过彭亨王室发文告 对慕尤丁的言论感到震怒 认为慕尤丁身为前首相和资深的政治人物 不应该发表污蔑和歪曲事实的言论 东姑哈萨纳也指出 慕尤丁的言论非常危险 因为似乎在煽动人民 对马来统治者制度失去信心 彭亨王储基要秘书阿米尔则表示 慕尤丁暗指苏丹阿都拉没有任命他为首相 是不尊重联邦宪法的行为 这番言论构成诽谤和煽动 严重损害了苏丹阿都拉的声誉 为此彭亨州王公在昨晚向警方报案 另一方面 彭亨州乌大臣拿都司理望罗斯迪 也发帖文表示 对慕尤丁的言论感到失望 一名用户在贴文发表评论时写道 请尊重丹斯里慕尤丁 对此彭亨州苏丹后 东姑阿兹沙阿米纳回复该评论时 则要求该网民尊重彭亨州苏丹阿都拉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已经证实 截至目前 警方已经收到30份针对慕尤丁涉嫌触及宗教 王室和种族 也就是3R课题的报案 并将在明天上午11点 在大马投资发展局向慕尤丁录供 事件发酵5天之后 慕尤丁终于回应了 他在面子书发文强调 他在能及里的演讲内容都是事实 无意冒犯往事或是煽动任何情绪 慕尤丁也相信 他的言论并没有触犯国家宪法 同时将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 不过慕尤丁其实已经不是触犯 去年12月 警方也针对慕尤丁涉嫌在干马晚补选期间 发表3R言论而展开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